嗨,小朋友,老师来介绍一个很有趣的网络比赛 就是你看这个荧幕110年度COOL English的智慧王的比赛 那它的时间很长 因为我们现在防疫期间反正都在家里没事 它已经从6月21开始就活动了,开始比赛了 那它的截止日是一直到8月13日 那它怎么报名呢 首先你必须要登入这个COOL English这个网站 来老师来示范一次 你就按照老师的步骤一步一步来 并不难 而且反正就是比赛嘛 又不是考试啊 如果你比赛的成绩不错 还有这个奖品,还有奖励哦 好,来我们点进去 这个网址给它点进去 好,那COOL English的画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小朋友你再往下啦 好,这边有这个 好,它在介绍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英语线上学习平台 那老师也会教你怎么样去使用其他的功能 那首先我今天这个先跟你讲怎么去参加比赛 因为怕小朋友你这个暑假很无聊啊 可以来参加看看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往下啦 哦,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好,这往下啦 它这边就有讲到了 已经开始比赛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嗯,比赛的办法在这里 报名连结 啊,来,你看哦 我要点报名连结 点进去 好,那它会叫你先登录 好,那你登录的话呢 你看哦,它有各种方式 哦,那你呢 如果有Facebook的账号 就用Facebook的账号登录 那你有Google的账号 也用Google的登录 好,或者是甚至有教育云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导师啊 或是你们的电脑老师 有没有教你们用这个 好,那像老师都是用这个 教育云端的账号登录 好,那来,我们先登录 好,你要登录 查办法使用 好,那教育云是用 县市账号登录 好,我找到账号线 好,那我是田中正 三藩国晓 然后老师的账号先打进去 好,如果你用Google的 或是Facebook都可以哦 那只是老师都是习惯 用这个教育云 我先登进去 等一下 好,那你看他来到了这个 Cool English的这个画面 我已经登进来了哦 你看我这里,好,有写 好,我的这个 已经,好,成郁症已经登录进来了 好,那进来的画面 是这个样子 那这边,你看左手边有一个 110年度国小 好,智慧王比赛专区 点进去 好,点进去之后呢 好,你可以看啊 报名连结这些什么 还有专区再点进去 好,他说一定要填写报名表 以免失去得奖的资格 因为他是可以让你先做 先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再来补报名 但是我老师是认为啦 你一旦是想要试试看 你就顺便报名了啊 对不对,也不用想太多 好,那你看 他甚至有教你说 你怎么样报名 他这边有报名教学 也有教你说怎么作答教学 好,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报名 我觉得报名并不难 我们直接来报名好了 老师直接教你怎么报名 我觉得并不难 点我报名 点进去 好,你看啊 因为你刚刚已经有登录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你的 个人资料可以开始 就是已经帮你输入好了 所以你看你如果先登录的话呢 他有些资料帮你输入好 你根本就不用打字 好,那有一些没有 你就要再打一下 譬如说好,那你的真实姓名 那老师因为刚好 真实姓名就是用陈玉珍嘛 好,那可是因为他这边红点点 有看到一个红点点 红点点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输入 好,来,我给你们看 好,这里 好,好,这个红点点 这是一定要输入 好,那我就输入啊 好,我就输入 我就输入 哎呦 好,真实姓名哦 好,那你看他说 升学前的学籍 因为有些想没有可能 譬如说 他六年级的毕业了 但是他暑假 到底是算什么 三堂国小的毕业生吗 对不对 那他还是就是先算 三堂国小的 好,你看哦 彰化线 选彰化线 好啊,国小 因为他有分国中组 跟国小组 小朋友不要选错 国小组 然后呢 我们是公立的学校哦 好,然后呢 请选学校名称 哦,这么多 来,就慢慢找 彰化线田中正 找找找找找 哎呀 在这里,在这里太快了 好,在这里 我看到 彰化线田中正 三堂国小 好,点进去 然后一班 然后你看 我们的学校地址 他都自动跑出来 好 可是他这个地址好像乖乖的 错了呢 帮他订正 我们应该是中正路而已 哇 好啦,算了 不用帮他订正 反正三堂国小就对了 好,来年级 哇,你看哦 暑假之前的年 这是放暑假之前的年级 所以你现在呢 好 好 你现在的话呢 放暑假之前 看你是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你选一下 好 你看这边身材可以二年级 好,来 我们选三年级 好 好,拿一班 好,比如说假班 假班 点进去 好,然后呢 他说要都要以中文填写 因为他这样子 比较好联系你 好,那你看他这边要你 输入联 呃 联络的电话啦 联络的手机啦 那你就输入你家里的啊 那不然你输入学校的也没关系啊 好,学校的是几号你知道吗 04874 2254 好,学校电话 然后手机勒 你就输入你妈妈的 或是爸爸的都可以 好 好 好 输入好电话 对 然后email 好email 输入进去 好,假设是 email 然后升学后的学籍 因为刚刚就想到 就是刚刚因为会有六年级毕业的问题 所以就是要填这个 那你们 你们应该就 若你的学校没有在列中 先选择其他 好,来我们来 再写一下你自己的啊 再写一次 刚刚的三堂国小 再选一次就好了 好 诶,张华先生 天尊子 好 好 就是刚刚那个动作再做一次 好 然后 你要 升学后的学籍 放暑假后 放暑假后 你是不是就升上四年级了 那就选四年级 刚刚你是三年级 是放暑假前 那放暑假后 你就升上四年级了 所以你就要选四年级 这样了解吗 那班呢 好 如果不确定升学后的班级 就填未知 哇 假如说我升上四年级 不知道哪一班就不要填 可是像你三年级知道啊 你还是三年级就是变成四年级 同样的班嘛 所以你知道哈 那像四年假班的话 你升上五年级 你还是四年假班 你我们需要就只有一班 对不对 好 就这样 好 好 那六年级也没问题啊 你升上六年级也没问题啊 五年级跟六年级是同一班 好 然后记得这边要勾选 我以详阅并同意 这个参赛规则跟期成 好 那这边还提醒你哦 如果资料填写错误呢 会取消你的得奖资格哦 所以你一定要填写正确 就这样子 然后就再来就按什么 确认报名 就按下去 老师不能按 因为我不是学生 所以我只是跟你讲 你要记得按这个确认报名 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是报名成功了 好 这部分小朋友应该没问题吧 好 打一点点字而已 好 好 所以这就是报名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老师先把它关掉 因为我没有要报名 好 我只是示范给你看 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作答的部分 好 作答的部分哦 你看哦 你看它题目其实已经出来了 就在这里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 啊 然后你做了之后 它都会马上做记录 然后到时候看就是说 谁的分数最高 可能就会得到前几名 好 好 那我来讲一下 做大的部分 做大教学 啊 没关系 我也直接做给你看好了 因为它那个做大教学 我觉得可能 看了也还好 我就 我就直接做给你看 好 它是题组一到十 并不是一到十题 是一到十组 那每一组有好几题 好 我们先来示范一次给你看 题组一到十题 点进去 好 哇 这么多 啊 题组一到十 好 一到十 Quiz one Quiz two 然后它分类 Quiz one 就是属于 动物类的 动物类的 因为刚刚老师有先试过一次 所以你看 我完成它这边就会打勾 我刚刚有先试做一次 我做完它就会打个勾 不管你考几分 就是你 做这个Quiz 就是小测验得几分 它就会给你打勾 好 呃 好 不然老师来试这个好了 第二个好了 好 好 你说老师问你不会怎么办 那反正不会的话呢 来我等一下告诉你 你再去哪里做学习 因为这是比赛 好不好 来 Body part 身体部位 好 它这边说呢 Click the start quiz Button to proceed 你就要按这个 往下拉一点 好老师往下拉一点 Start quiz 就是开始作答 你要按下去才可以开始作答 这个只是一个像封面 好 好 好 进来了 哇要打字 那你看哦 Read the translation and fill in the blank 你要阅读中文翻译并填入正确的单字 你看那个 它给你一个中文意思 好 Batty hurt both 什么 伤到双腿 腿 腿 这个好像比较难一点 好像是五年级才会 好 老师打一下字 Legs 而且要加S 因为它是双腿 Batty hurt both legs in the car accident 好 你说老师不知道 accident 没关系 反正你至少知道 both legs 这个是要填身体的部位 Legs 好 好 那填完答案你要记得按Submit Submit就是提交 提交这个答案 好 那它马上改出来 答对了你好棒 好 然后你correct就是答对 好 那continue就是继续第二题 continue下一题 OK You should cover your什么 When you yawn Yawn就是打牵 Cover什么 打牵要打 诶 这个我上课讲过 那个不知道谁 班上不知道谁 很爱打牵都嘴巴张大大的给老师看 没有礼貌 这个我有讲过对不对 好 嘴巴 Mouth You should cover your mouth when you yawn Yawn就是打牵 Submit 好提交 Correct 好又答对了 Continue Next one The man blew his什么 loudly 醒鼻涕 这是blue blow one's nose OK 鼻子 nose 所以你不见得每个字都要回 但是至少你就知道这个身体部位的胆子 The man blew his nose loudly 大声的醒鼻涕 Submit Continue Mark goes to school on on foot 不能讲on feet 对不对 因为这是片语 用什么什么交通工具 使用什么什么交通工具 使用什么什么交通工具 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到什么地方 on foot 这是片语 你不能说on feet 你说老师 foot的单双数是feet 可是这是一个片语 所以你不能说on feet Submit Correct 答对了 Continue 好那接下来是听的 听的部分 Listen carefully and fill in the blank 好 那我就播放给你听 My mother has long black hair 好你看听不清楚 再听一次 My mother has long black hair 看你爱听几次都可以 这个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静音 My mother has long black hair Submit OK Correct Continue Sally put her arms around me and gave me a hug 再听一次 Sally put her arms around me and gave me a hug OK Sally put her arms around me and gave me a hug 就是 环抱着我 然后就是 用她的手臂 环抱着我 那假如说我答错咧 老师来示范也是 万一答错哈 他是arm 對不對 Arms 假如我忘了打S 忘了打S 你看哦 Submit Oh incorrect 答错了 Oh incorrect You have one attempt 那你可以再试一次哦 你可以再试一次 好 你答错好一次机会 那我就好好再试一次啊 Try again Try again 就是再试一次 好 那我就打 剛剛講 Arms 副数才对 Submit 答对了 好 Continue My brother was hit on the head by a baseball My brother was hit on the head by a baseball 被那个baseball打到头 对不对 head OK Submit OK Correct Continue The black dog has short ears The black dog has short ears Short ears 小朋友要注意你填這些的話 都要注意那個 就是他可能兩個耳朵就是要加S Submit Continue 好 那接下來的題目是 呃 是讀寫題 就是你看那個句子 然後就是有點像每格填一字 空格要填什麼單字 好 好來你們看哦 老師舉例一下 You should brush your 什麼 before going to bed Going to bed去睡覺 Brush 說什麼呢 Teeth 來 You should brush your teeth before going to bed Submit Correct Continue Could you give me a 什麼 With the books 哎呦 這是一個片語 Give me a hand就是幫忙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with the books 好你可以幫我比如說這些 幫我辦這些書嗎 好 Give me a hand Correct Continue 哦 Attribution 什麼 咦 怎麼會沒有 怎麼會沒有那個 解答出來 哦 Attribution 它是說剛剛那些照片什麼 是來自誰誰的 好 還有那個圖 小圖 小圖案呢 那是來自誰誰的設計 好 好 來 View Resorts 就是來看結果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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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通過了 那你通過要80分 那我剛剛解答是一百分 欸 所以剛剛那個故意弄錯了它沒有扣分 好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再看一次 View review quiz 可以再看一次 哦它會這樣子可以讓你再看一次 你剛剛的解答 那你也可以 呃 詳細的一些 呃 可能一些資料 你看喔 你剛剛考試的資料 哦 它還把你計時欸 time spent 我剛剛用了五分鐘五十五秒 好 那我考了一百分 就這樣子 有十個答案 好 那到這邊有記錄啊 6月24號下午兩點是十四分用的 好 可以再往下啦 這個bar再往下啦 好 你看這是剛剛的 我做大的部分 好 就這樣子 那這個print result就是把它印出來 假如說你們這樣印表機 啊不用啦 我們不要浪費紙張 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 第一個部分就完成了 view result 好 finish finish就是全部都完成 finish 它就停 呃 the viewing is complete you may close this window 好就這樣就這樣結束了 好 離開活動 好 所以你看小朋友有這麼多題耶 好 你看 呃 1到10組 然後呢 11到20組 反正就是 比賽就是要把這些全部都完成 然後他可能會看你的分數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來比賽這樣子 好 所以小朋友你看啊 從現在6月份到8月份的時間 還蠻長的耶 你每天都做一個搞不好就可以做完囉 好不好 試試看 那如果說老師 萬一我都不會咧 那你就是先去 學習 好 學習在哪裡呢 來老師教你哈 在這裡 齁 你就是把剛剛這個 齁 智慧往這個比賽專區 這個 旁邊這個 這個bar呢 往下拉 然後這邊有個智慧有沒有看到 其實他出的這些題目都是來自這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把它點進去智慧 齁 然後呢 主題式的智慧學習 這個喔 這個喔 記住喔 這個進去 有沒有 一模一樣耶 我覺得應該是一模一樣 好 他就是按照這樣的分類 那你就進去學習 這是學習的一個網站 好 你就進去學習 好 有時候我來示範這個 animal 剛剛我 我剛剛示範那個body parts的小測驗 那我們來試試看 animal 好 好那你看他這邊有些練習 好 然後練習完才會有一些 嗯 那個小測驗讓你做練習這樣子 好 你看這個我的進度 這個老師之前也有做過 所以會有留下紀錄 那老師來示範這個 animal 那上面這個都可以去參考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這個課程 好 animal 這邊練習to 好 點進去 好 所以你剛剛你覺得說你做的 什麼不是很會 但是不是很會 那就是回到這個 老師剛剛說的這個 智慧的練習的部分 來做練習 然後他就會教你喔 你看animal 喔 所以也是star quiz 好沒關係 star quiz就是做練習 好這個 請判斷下面的句子是對還是錯 a cat has four legs YES 好 summit summit summit就是提交答對了 continue 好 a snake has two legs 所有兩條腿嗎 no summit continue 好 lions are bigger than chickens 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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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這個chicken還要大嗎 YES summit continue 好我先跳過去 因為老師發現這個好像也是類似像小車一樣 我先跳過去 嗯 你看這邊還可以有個這樣子可以跳 我直接跳 我這邊都是練習的齁 好 就是這樣 喔好 主題是智慧學習 那這個咧 主題是智慧學習 好這個是學習 剛剛是練習 那我們來看這個是不是學 欸 好像就是這樣子 就是讓你一邊練習一邊學習 好 好 我來試一下這個 剛剛那個身體部位 body parts 好 好 他也是一樣練習 這個也是老師剛剛做過的 好 總之如果說你剛剛那個比賽 你不太會 就是那就是先來 你可以先來這邊做練習 這樣子 有分成各種不同的主題 好 好 好 那就是這樣子囉 小朋友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太多了 老師不可能每個都示範給你看 你要自己試喔